用适当的水温专业的手法慢慢倒入研磨好的咖啡豆里面 逐一散发出香醇的咖啡香 品香后再喝一口咖啡感受小定咖啡的魅力 在暖暖区定内里民活动中心外面 这一台行动咖啡车专门贩用顶级的咖啡豆 手冲暖心专业便宜又好喝的小定咖啡 黄金曼巴一杯才40元 业家雪杯一杯更只要50元就好 幕后推手就是定内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黄辉 和执行长邱梅萍贤康吏 当初是因为跟红道基金会还有劳动部的配合 然后可以创造那个中长辈的二次就业机会 然后活化社区 和传统印象中的咖啡馆不太一样 除了映入眼帘独特又复古的咖啡车之外 这里的手冲咖啡是由两位长者阿姨负责 一位是本来就懂咖啡的阿姨当老师 另一位则是来当学生学成出师的阿姨 同样冲泡出好喝的咖啡 因为他有写计划说这个要成立这个嘛 那本来我是没有在喝咖啡的 那就有这个机会就学习这样 这就是定内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不仅和民间团体合作 同时也写计划争取中央补贴经费 又可以培养退休后长者的一技之长 为社区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这个咖啡车之后非常多的民众因为好奇 然后就会接近社区来认识社区 然后另外我们也是想要透过这个咖啡车 可以跟很多民众交朋友多认识 然后也希望这个咖啡车可以带动我们 就是就业发展这样 创造就业机会 如果您停留在这里喝咖啡 还能享受家的感觉 因为在定内里长林景龙 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黄辉夫妻 联手下 早已经把活动中心内外 打造成跟家里一般 整洁轻松又惬意的环境 市议员林敏勋更打算 规划这台行动咖啡车 到暖暖区不同的地点参加活动 把社区的产业推广出去 这个11月5号 有举办一个城福工的音乐园游会 到时候也届时也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来 我们会有定内社区的行动咖啡车 那以及很多小胖卡跟很多的这个活动 跟音乐会都会在城福工的前广场 那我们就希望说借由形式活动的举办 那把社区的这个产业推广出去 那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定内社区 跟各个社区的这个产业链 那让进而做消费 那也达到说社区产业可以持续稳定的发展 如果您经过这里欢迎您带杯小定咖啡品尝 为您加油打气 如果您刚好有空更欢迎您停留在这里喝咖啡 享受悠闲交朋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